魏子被困荒岛两年之久 可是他一点都不想回去 只因小岛上还有十几个猛男 魏子名叫青子 本来是一名护士 在一次乘船的时候 意外流落荒岛 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 岛上只有他一个女人 所以他成为了众星捧月之人 所有男人视他为珍宝 好吃好喝的哄着他 起初的时候大家相处非常友好 可是随着时间久了 慢慢的出现了分配不均的问题 于是所有人决定抽签 幸运之人就能成为青子丈夫 很快长毛抽到了幸运签 看着帅气多鸡的长毛 青子非常满意 当天晚上两人就结成夫妻 但是其他男人不可能看着长毛吃毒食 趁着长毛外出 于是偷偷将青子带到小树林 不料在这里他们遇见了另一伙猛男 回首的黄毛看见有女人 主动向青子示好 并拿给他一块野猪肉带回家 得到野猪肉的青子 很快就饱餐了一顿 但黄毛的出现 让长毛感受到了危机 长毛气不过 还扬言杀了黄毛 可是隔天一大早 悬崖下面就出现了长毛尸体 丈夫死后青子并没有感到伤心 因为这里男人有很多 只要自己丈夫患得够快 他就不存在什么伤心事 没过一会儿 他还特立穿搭一件衣衣 目的就是挑选下一位猛男 男人们还是老规矩 抽签决定青子的归属 但是这次抽签并没有几个人参加 因为他们都害怕会和长毛一样的下场 这让青子有点失望 但他还是按规矩来 很快一个纹弱男孩抽到了幸运签 青子有些失望 心里觉得阿峰肯定身体不好 而纹弱的阿峰似乎没有体验过爱情 在青子的主动下 这天晚上他才成为了男人 隔天一大早 阿峰性格发生扭转 竟然主动为青子献上食物 并且每天都为青子按摩 虽然每天拥有女王的待遇 但青子还是怀念黄毛的野猪肉 很快便来到黄毛的领地 黄毛见到青子后 非常热情地用野猪肉招待他 并施加诱惑 用野猪肉招揽青子 让青子加入他的部落 青子觉得对不住阿峰 于是婉拒了黄毛的邀请 回到自己部落后 青子要求阿峰组织人喂养野猪 可是他们好吃懒惰 根本没心思搞养殖 每天都是靠野果野菜充饥 可青子还是忘不掉野猪肉 再次找到黄毛后 竟然发现他们搭建了小船 准备离开这座荒岛 黄毛看见青子后 特意邀请他一同离开 并用野猪肉 青椒肉丝 麻婆豆腐 以及肯德基诱惑青子 很快青子就背叛阿峰 跟随黄毛上了贼船 六南一米海上漂流 漂流了三天三夜 始终没有看见陆地 身上带的食物 以及淡水也快用完了 就在这时天空下起了大雨 所有人高兴不已 才当当喝到淡水 还发现了一座小岛 可巧的是他们又回到了原地 青子还意外碰见了阿峰 因为岛上只有他一个女人 阿峰并没有为难他 只不过对他的态度大不如前 失落的青子不一会来到沙滩边 意外遇见了曾经喜欢的男人 青子定睛一看 男人身上竟然穿了他的衣服 青子想要夺回 可是男人左躲右闪 在一番追逐下 男人把青子按在了地上 也许太久没玩游戏了 青子期待能发生点什么 可男人看穿了他的眼神 并没有对他做什么 期待してんじゃねーよ バカ 青子非常失落 因为他的背叛 部落的男人们都不理睬他了 那一晚青子哭得非常伤心 隔天起来的时候 还听见了男人讨论他 青子靠近他们后 才得知男人们 要把他当作生育工具 青子非常生气 走到路上的时候 他突然间倒地不起 一个男人靠近他时 男人通过青子症状得知 青子可能怀孕了 青子再次回到部落 将怀孕的消息告知阿峰 阿峰得知后态度立马转变 很快青子再次有了女王的待遇 几个月后 青子肚子已经大得像个球 要不料多久孩子就要出生了 可是吃了几个月水果 青子已经吃腻了 他又回想起了黄毛的野猪肉 很快他再次来到黄毛的邻地 没想到在这里 他遇见了其他女人 一瞬间青子就被气得晕过去了 荒岛上住着一个女人和十几个猛男 在岛上女人享受着女王般的待遇 要疯的疯要雨得雨 所有的男人都非常宠爱他 可是这天岛上突然多出几个女人 青子看到后 直接被气晕过去 但通过聊天得知 这几个女人有一艘游艇 只要抢修好后 立刻就可以回到陆地 青子知道后态度大转变 立刻就与女子们打成一片 还谎称孩子父亲是黄毛 黄毛得知后 也开心地接受了这份大礼 隔天一大早 黄毛带青子观看船只 青子见到后有些失落 没想到这只是一艘小游艇 根本不可能带所有人离开 这时青子肚子开始疼痛 看样子是要马上生了 黄毛连忙派人给青子接生 很快青子生下一对龙凤胎 生下孩子后 青子感觉非常轻松 通过几天的相处 青子已经和船长打好了关系 希望船长能带他和儿女离开 船长表示小船坐不了多少人 最多允许青子带一个孩子离开 船长还告诉他 虽然与他来的还有几个同伴 但有些女人上了年纪 希望能在小岛享受女王生活 所以有几个不愿回到城市 并让青子将一个孩子留给他们抚养 另一边 阿峰知道青子在黄毛那里 所以决定夺回青子 很快两个部落开始大战 混乱之中阿峰抢到了一个婴儿 但此时的青子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趁乱的时候 他与船长偷偷登上小船 很快就离开了荒岛 阿峰看着远去的青子 心中难免有些失落 很快十年过去 青子回到了陆地 还将自己女儿养大成人 虽然生活无忧 但他还是时常怀念荒岛的生活 另一边 荒岛上由于多了几个女人 阿峰作为部落首领 很快他也气女成群风光无限 他们这一群人还构成了一个小小王国 过起了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生活